S22赛季还未增加半位达到了六个位置 这也是王者这么多年来最重大的调整 但因为这个调整使得如今的BP系统已经名存是亡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调整后大家进英雄有的进版本强势点 有的进自己害怕的 有的怕队友拿所以进了 完全脱离了BP规则的初衷 加上增加了半位导致这种行为变得更加猖獗 BP诞生的初衷就是让队伍的体系能更占优势 但如今BP系统已经成了部分玩家泄愤的规则 典型的就是有一些英雄无脑被扮 比如百里守约 姚 钟葵 大部分玩家都不是怕这些英雄强 而是怕队友选出来坑 有的玩家选英雄只顾自己喜好 明明有了射手还要跟着抢 有的玩家因为上局被打几或者安前拉坑了 就可能会在下一局报复新BP 或者明明队友点了想玩 却还是被故意绊掉 这就导致BP系统成为畸形 不知道你们发现这个问题没有 中文字幕录像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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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